解读微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6月30日0点45分,滴滴在美国进行了首次公开发行IPO,筹资40亿美元,当晚滴滴的股票在纽交所开始交易,收盘报14.14美元,但如此低调的滴滴却因一张处罚单迅速占据了国内舆论的主阵地。 7月2日,滴滴被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启动安全审查,原因是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 滴滴的故事是全球资本养育的超级独角兽,变成超级肖金库的故事,只看了开头,猜不到结尾。 整个华尔街以及众多国际知名投资机构亲眼看着,自己上个月还在历见这家公司IPO,给这家公司投资了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美元之后,在几条政策监管面前。 公司APP团灭下架,股价请客间大跌55%,未来预期可能一文不值。 成立9年,融资超过210亿美元的滴滴,已经是全球私募市场拿到最多融资的公司。 从中国到美国,新加坡,阿联酋,从人民币到美元,从私募到中国国资,从腾讯,阿里,到百度,甚至苹果这样的顶级科技巨头们,在巨大的预期收益面前,这些全世界最聪明的钱。 跨越国境,汇集到滴滴身上。 在9年的时间里,这桩资本工程,撮合了中国境内两大巨头支持,补贴站每天烧掉几千万的快的和滴滴合并,又促成了杀得你死我活的国际巨头,优故中国和滴滴的合并。 滴滴和这些公司的战争,早已不是出行行业的市场竞争这么简单,裹挟了太多重量级的利益放。 当全世界的互联网巨头,产业巨头,一流私募基金,主权基金的钱,都已经被这两家公司拿来烧了一遍,没有人知道还需要多少钱,钱又能从哪里来的时候,停战止损。 是这些本性善于赌博,刀锋引穴的大佬们,共同的选择。 相比之下,滴滴的创始团队做何感想,是会议上最不重要的议题,值得被选择性遗忘。 最终,巨头们将滴滴养成了全球年活跃用户4.93亿,全平台年交易额3410亿,中国网约车市场份额超点腰的超级独角兽。 然而,滴滴IPO一直面临着信息安全问题,却被选择性无视。 滴滴一度也想选择香港上市,但是香港联交所和中国证件会对上市公司的合规要求都很高,滴滴目前很难满足二者要求。 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确实存在瑕疵。 相比之下,美国上市对合规要求比较低,所以哪怕反垄断,已成全球趋势。 滴滴的IPO依然成就了全球资本的狂欢。 从申请上市到正式挂牌,滴滴只花了20天,创下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快的上市记录。 据媒体报道,为了帮滴滴造势,股票还没有上市。 MSCI名胜指数立即表示,6月30日挂牌后,立即将滴滴列入全股票指数行列。 富时罗素全球指数也宣布从7月8日起纳入滴滴。 华尔街投资者都想在记阿里巴巴之后。 在这档近8年来最大宗IPO中大赚一笔。 很快,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这场资本的盛宴,成就的不是第二个阿里巴巴,而是资本的坟墓和尽头。 滴滴一己之力摧毁了科技股,成了美股投资者朋友圈的段子,更让全球投资者见识到,中国监管的雷霆之怒,有多大的能量。 回到美股,在当前的市场上,武器制造商股票表现不佳,但他们的防御边界也许比看起来的要安全。 周一,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公布第二季度,录得18亿美元利润,略低于华尔街的预期,原因是一个机密项目带来了2.25亿美元损失。 尽管首席执行官James T.I.Klett上调了洛克希德马丁2021财年的美股收益预期,但该公司股价仍出现下跌。 几年来,投资者一直对国防股持看跌态度。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这些公司连续6年表现出色,这要得益于一波旨在淘汰冷战时期最后技术的资金。 这轮技术升级换代令通胀调整后的美国军事开支达到了二战时的水平。 可以说,在触及这一高位后,国防预算只会下降,不会再上升。 今年,政治风向发生了转变,一名民主党总统上台,民主党掌控了国会两院,加之社会一时投资,重新受到关注。 这导致围绕国防预算的情绪进一步恶化。 5月份,拜登政府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要求建议,在7150亿美元的国防总预算中,国防部的投资预算将从2021财年的2480亿美元降至2460亿美元。 投资预算是国防预算中与私营公司最相关的部分,因此往往会驱动国防股的走势。 采购预算被削减6%,而研发预算增加5%, 这凸显出国防预算的重心,从用于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传统项目转向了新技术方面。 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防股可能还不具备再次跑赢市场的条件。 不过,以目前的估值水平看,美国缩减军备开支相关报道,对国防股的冲击可能已经过头。 再来看中国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 海外分析师Bruce Kamich,5月26日,在评论阿里巴巴股价时曾表示,交易者应该把止损位定在200美元。 阿里巴巴在7月初跌破200美元,所以估计交易员在那个时候记录了损失。 日K线图显示,阿里巴巴的股票最近一直在下跌,且有不少向下跳空的缺口。 这表明,交易员急于出售阿里巴巴。 50日和200日均线的斜率是看跌的,OBV现在次下滑,接近5月份的低,可能会出现一个新低点,MVCD指标也看跌。 周K线图也显示一个看跌格局。 跌破210美元左右支撑位后,局面开始令人不安。 下一个支撑位可能在165到180美元区域,但是这个区域的支撑强度也是不大的。 40周均线的斜率是负的,周OBB线较弱,MVCD指标仍然看跌。 在下面这张日点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68美元区域是其潜在下行目标价格。 周点数图表明,其潜在目标价格在149美元区域。 总结,避免做多,阿里巴巴,因为现在的图表是看跌的,其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